很多人觉得降低底线可以换回一些,其实不是,底线才能决定你拥有什么,一旦你降低原则性的底线,很快你就会失去一些你是为原则的东西,接着会失去更多,通常降低底线换回的,已经不再是当初你想要的东西了,底线可以浮动,但不要一降再降,原则每个人都不同,但你的有,当你越来越漂亮时, 自然有人关注你,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,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,改变自己,你才有自信,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,做最好的自己,难可以毁掉一个人,请可以激发一个人,不要等夕阳西夏的时候才对自己说,想当初,如果,要是,之类的话,不为别人,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, 要从小给他看星空,海洋,恐龙,神话,圣贤,这样,等他长大的时候,他就有足够的胸怀,容忍各种无趣的生活,起风的日子学会一风起舞, 末雨的时候,学会为自己撑起一把子,生活有昂穿秋水的期待,也会有得意想不到的心情,不要去刻意讨好所有人, 一是根本做不到,二是显得太假,有人爱你便有人恨你,表嘎就是要不自己心里内观,我们有我们要去的地方,且甚至那是哪里,谁都不能动摇我们,我们有我们要走的路,且甚至那崎岖不满荆棘,但我们依旧要走,不仅仅做一个善良的人,要做一个善良并且有力的人, 年轻的时候,多忙活点,是好事,不管是有用没用,这都阻止你成熟,一个命你一半说出,会让伴随的痛苦被遗忘,治愈一个人,需要另一个人,缺乏物质的生活,会将相爱的两个人打得丑态败出,如果你爱一个人,就要亲命的努力,风雨的物质是维持爱情美感的最好方式, 不打扰别人,不怠慢自己,不会获信任,不投好,不盲从,不做道德上的英雄,足矣,但恋人,应该是那个能够看到,内心与其他人本质上不同之处,并且会被此吸引的那个人,他愿意尊重呵护你的内心,他很清楚有多么珍贵,他不会今夜离开,与精神无法共鸣的伴侣,一起生活,日日夜夜不过是苟且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